目前诈骗集团猖獗为了有效阻止诈骗,草人分局就与金融机构合作,并在日前成功阻止两起诈骗案,保护民众免于受骗,也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,并有不明来电或者是讯息的时候,请拨打165或是110求证。 医院蔡明轩也表示,诈骗集团的手法千变万化,尤其许多人因为紧张就会容易上当,相当感谢草屯分局的用心。 也呼吁全民共同来防堵诈骗。 非常感谢我们草屯分局,在最近阻止了两件可能会遭受到诈骗的一个民众的一个案件,尤其是现在诈骗集团非常的多,尤其是我们南投又非常多的长辈,可能在不自觉的状况有可能就会受到诈骗集团的一个盯上。 民众这边也是希望我们的陷阱局这边可以跟我们各社区,大家一起来推广,怎么避免诈骗行为,还有怎么避免被骗的一个上课,来指导大家遇到诈骗的状况,应该先打电话,才避免被骗的一个机会。 草屯分局再次提醒,接候不明讯息或者是来电,不要慌张,并拨打110或是165,进行相关的求证,避免造成钱财损失。 记者邱秉立,草屯采访报导。